卢乎抵出 抵出不识人情 卢 这些经典 释迦牟尼佛你看 三千年前所讲的 确实是我们现在的社会 现在社会的事情太多了 太普遍了 卢是鲁莽 或是跋扈 第一托是冲突 很容易跟人家发生冲突 现在联合国你看 天天在叫怎么样消灭冲突 我参与这个会议之后 我不讲消灭 我讲化解 中国人讲的化解冲突 你要消灭他 他要消灭你 这个冲突永远不能化解 所以中国人讲的说要化解 你看这个医院里面 你看西医讲消毒 那个毒菌要消灭他 我们中国人不讲消灭 我们中国人不讲消灭 想解读 我们把他解开解除 不要消灭他 所以中国人真的是推极接人 齐心动念 都有慈悲心 都有仁爱在里头 不像外国人那么强烈 他要把对方消灭 对方你这一声消灭他 来一声他消灭你 他就不知道 鸳鸳鸳相报 没完没了 你说这个痛苦多大 所以现在西方人 确实像唐文明所说的 他需要中国 孔孟修书跟大臣佛法 实在讲 要讲得圆满一点 中国辱世道三家的教育 迫切需要 我们中国人做好了 外国人向我们学习 我们不找他 他会来找我们 就怕我们自己做不好 自己做好了 郑管勇 所以这个抵触 就是不懂得人情世故 脾气 乖 粗鲁 不讲理 我们现在唱说 心浮气躁 无意 无理 不可 减小 就是 好话 听不进去 他也不能接受 这种人是 非常非常的 可怜 无理是 他其动念 言语造作 不合理 不合情 不合法 与勤理 法 完全相悲 无意 无理 那么现在社会造作这个罪业的很多很多 我们要想办法 就帮助他 就救他 由这一块 不合情 不合情 并不合情 并不合情